眼前这个男人简直毫无人性 他绑架了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并用刀缓缓刺下他那龙起的肚子 还录下了一段视频 发给了女人的丈夫 并表示 想要救人就去他指定的地址 第二天 大山和哥哥如约而止 与此同时 傅豪正用监控看着屋内的两个 沙拉为了救大嫂 打算用自己和傅豪做交易 但傅豪将大嫂的视频发给了大哥 并打电话告诉他 想要救下妻儿的话 那就必须杀掉他旁边的大山 两人听到后 都震惊地看向了土方 傅豪也很想让哥哥朝他拍枪 大嫂的肚子里还有未出世的哀 用他一个人换两条命非常之 大哥陷入了过如何做 大山撑起大哥的手 让他朝自己拍枪 大哥最终还是选择了妻儿 一声枪响 大山直接中枪 不得呼了几个 而傅豪却是一脸猥琐 反应过来的沙拉拿出枪对准了傅豪 伊伯 他爱你 傅豪反复对沙拉说 自己才是最爱最在乎他的人 让他把枪放下 在沙拉放下枪的那一刻 傅豪正准备转身离去 但下一秒 大哥也在旁边的箱子里找到了大嫂 等爬到大山身边时 却发现他并没有流血 大哥快速解开了他的衣服 却看见他穿着防弹衣 而大山也被弄醒了 原来 就在前一天晚上 大山知道傅豪抓了大嫂 肯定是为了针对他的 朋友要求他 从此刻开始必须穿上防弹背心 这才让大山捡回一条命 一年后 大山和沙拉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而且沙开启属于他们的新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